七、六、五、四、三、二、一 Merry Christmas! 2021年盛大節正式開始 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一辰 哈囉 嗨 還是應該叫妳又欣 對對對 也可以 也行 最近大家都為了妳主演的戲 非常的瘋狂 在臉書上我就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人在轉發 經典的台詞跟經典的畫面 講一下您的感覺 就是擔任我們新中三月今年的點燈大師 這一座真的很高 然後我覺得聖誕節、耶誕節 很容易帶給大家幸福的感覺 尤其是聖誕樹、上面的掛飾 聖誕老公公、迷路、雪橇等等 我覺得每一個都是代表 帶來幸福的感覺 或者是除舊不幸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聖誕節 甚至自己也收集了上千張的聖誕卡 聖誕節的話會 有那種交換禮物的聖誕派對 聖誕節 剛剛一成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交換禮物 那我們來聊一下 那一成有沒有收過 就是最印象深刻的禮物 或者是妳送過怎麼樣的一個禮物 當作聖誕節 我印象最深刻的聖誕節 其實不是傳統的那些禮物交換 而是有人煮一桌的菜給我吃 好溫馨 然後帶著聖誕帽 我覺得那種感覺很蠻特別的 你自己扮聖誕老公是曾經的愛人嗎 我自己吧 你自己扮聖誕老公 我自己 那跟他分享一下最難忘的聖誕節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某一次自己當主辦人 然後把家裡的一個小角落 布置了很高的一個聖誕樹 然後掛一些飾品啊 噴一些雪花啊 然後再邀班上幾個比較好的同學 跟表姐妹等等 然後大家都準備一份200塊以下的聖誕禮物 然後某一天晚上就來家裡 然後就吃一些比較甜食的東西 然後再把禮物都包在那個 就放在聖誕樹下 那明明只有大概十個人左右 跟弄得好像三四十個人一樣 然後就是那種抽號碼交換的狀態 今年聖誕節好像會特別忙 要怎麼過啊 今年聖誕節還蠻單純的啊 其實就是當我表姐婚禮的伴娘 對對對 就剛好聖誕夜 所以還蠻期待的 因為聖誕節人約的比較少耶 反倒是從美國回來的表舊媽們 就三位 所以有可能 因為他們都比較洋派 所以聖誕節對他們來說 就比較自然要過的東西 所以應該會去他們家跟他們一起 現在調適的還OK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向前看嘛 對 那聖誕李有沒有給你一些安慰一些話 一些正面的能量 呃 就 我想 我們沒有說太多話都能體會啦 就是都能知道對方現在搜取的狀態 對對對 嗯 他有特別透過簡訊或臉書 或怎麼樣來跟你安慰之類的嗎 沒有耶 我們不會這樣 他就默默的可能陪著你 或者是需要他的時候 大家都陪著我沒有就是不是單一的 新年願望 期待下期的天氣 這 這比較不實際 我比較實際的應該是就是 如何阻止地球暖化 就是希望大家更有環保概念一點 現在會考慮回到電視圈嗎 因為之前是為中邊的人實力 沒有沒有是為自己 一定都要想清楚是為了自己才做這些事情 或選擇的 對對對 所以還是堅持不會帶回來拍電視圈 沒有我當初說的也是暫時 對 但是先把身體養好 想做的事做一做吧 那也不是說 就是反正戲劇的部分 還有電影跟舞台劇啊 這我也沒有就是排劇在外 你跟陳柏林被票選是那個 一幕偶像情侶No.1 那這壓力會不會太大 物品有什麼想法 對 這都是一陣一陣的 然後很幸運的今年大家喜歡這部作品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排名 我覺得就是當作這個時候大家的一個最愛 我覺得很榮幸 但是等到下一部有一個經典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抗拒讓嫌 那兩個人就是在電影電視都這麼有默契 有沒有考慮會不會有一些火花 火花啊 火花在戲裡面都快用完了 就是我覺得在拍的那個當下 大家都有給出最好的那部分跟化學效應等等 我覺得都很好的呈現在螢幕上 但是就是比較私底下的東西就是順直自然啦 那你剛才那個短髮造型的戲啊 然後就收拾還不錯 會不會考慮就是真的未來剪短髮 是嗎我聽說很多人罵欸 可是造成收拾還不錯 那你覺得那個假髮是有點假 會不會考慮就是真的為了剪短髮 嗯 暫時不會 可是我覺得頭髮本來就是長長短短來來去去 所以就 頭髮就是 重點不在長短在於髮質 髮質好壞 所以就是最近有代言髮品 就是我覺得 會讓頭髮有美好的呈現 強度不是問題啦 每個人都在不斷嘗試的過程當中 去尋找最適合他的另一半 所以我覺得感情是最難由外人來講 所以就靜後發展啊 我也 他也希望聽到我的好消息 我也希望聽到他的好消息 那你有進行他嗎 你有透過什麼方式進行嗎 老實講還沒有 你一講就提醒了我 因為前一陣子他也有 WhatsApp就是安慰我 所以我想 對啊 我也會問問他的近況吧 歡迎大家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了 謝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 謝謝